美國總統拜登二十五號簽署三十年來 第一項重大槍支安全法案 這是以兩黨打成妥協妥協 參眾兩院通過後所簽 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 跨黨派強化社會安全法 槍支管制法案 身為教師的第一夫人吉爾也在場 拜登表示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不會放棄 這是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 拜登是在參眾兩院先後 於二三二四兩天通過此案後 於搭機前往歐洲參加兩場峰會前簽字 最後這段進程相當快 不過法案並未禁止販售攻擊性槍支 跟大容量彈匣 所有槍支買賣都要背景調查等 但仍是國會一九九三年禁止攻擊性槍支 法律失效後 影響力最大槍管法案 法案內容包括將強化 對最年輕的槍支購買人背景調查 讓更多家暴犯無法獲得槍支 幫助各州制定紅旗法 也就是避免讓那些被認定對擠或對人 構成危險的人持有槍支 全案斥資一百三十億美元 大部分將用於強化心理健康計畫 以及校園安全 拜登告訴記者 等他從歐洲回國後 將在白宮舉辦一場活動 邀請因槍擊案失去親人的家屬 一起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 公視新聞黃韻林吳其昌編譯